回到第八場 三班1650米 狀態靚的馬都近方挺好的 有145和1011一隊 配備轉變是六號馬的月風雲 除了面穀 搓戴眼罩 至於余金堡都是出賽很少的馬 重戴面穀也除了磅利 好 孫達這隻馬爾代夫 今早都捉得挺辛苦這個助手 因為可能也不敢跳得太快 但這隻馬又湧著去 他一向都是有口勁的馬 難流一點 縮震震的 好 接著是凌駕 因為這次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沒有跑 他的馬是這樣的 有時蔡漢那些做防沙給他 很難計算的 如果這樣就很厲害 那些什麼馬 超霸神軌 速遞騎兵 黃蝦黃 幸福笑容 那隻肥仔寶寶 好東西 藍衣淺藍帽 那你說凌駕 我都覺得他沒什麼問題 希望梅的時間多些 又能幫到他一些 奧兒 你看剛才那貨自然輝煌 如果你只看最後就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凌駕 看看他單跳 他單跳就用了個眼罩 不過可能都差不多 能力上 季初那場黃金機會都追不到人 結果贏不到 趙偉昇 我都覺得他的分數是有點摸頂 這隻馬 不覺得再有什麼很大的變化 如果這樣比較一二三 暫時看一就最好 這隻就聰明導彈 他也翻了重化一轉 1月6日早 試了這個草地的大閘 早段他就不快 刻意都是跟在馬林裡面 最後大概二百多三百左右 就逐步移出 追那隻包裝風雲 他都挺厲害 因為那隻包裝風雲有些內閃 他走得很直 所以三幾個戰步就過了那些馬 試得好 他都算在蘇惠賢中 那時候 黃寶三十七那隻 就去拍了一集 其實這隻馬真的都挺有能力 不過現在就是形勢方面 那你怎麼賺得那隻一 是嗎 對 有潘頓 健康在網 又是一隻神租都火合合的馬 你寧願他見到這些形態 那隻馬撞身 很好力 好過他尋了這些馬 其實我覺得上次都已經好 不過跑就是反覆 要封雲 轉眼罩 但是都是騰空時間 其實這隻馬有點長的 不過樣子就挺好 看看那個跑法會不會 再跑得更近 成才 今年也都已經贏了 之前下四班就搞定了 上來四班 他的狀態 上來三班 沒什麼太大分別 不過對手就強了很多 好 跟著後面那些 只有隻金像飛飯 好 好了 禦金寶 當然這隻都是不錯的馬 我覺得 不過又轉些配備 但是健康好一點 我會留意這些馬走勢 這隻小隻的九龍神區 例如看回他的體重 都知道他很小 鏡頭看都感覺到 好像很滴色 很韌的那隻馬 暫時還未夠 而且他開步是很緊的 因為樹尾的 金像飛飯 就放了莫雷拉 我想一百二十磅 潘頓那些 未必能跑到 因為現在潘頓跑馬爾代夫 但是這隻都已經有能力 這場馬你選了多少隻馬 是的 天行見可能都要想一下 這些馬的能力 其實都是三四班之間 上次下四班就糟了 巴道跳這隻馬 可能又沒有硬罩 他都放得挺柔的 就是走起來挺放鬆 有何不可 都要再收點身 其實這隻馬也是 樣子挺好的 不過頭和身 好像有點不配合 來到第八場 三班一六五零米 這一組就正如剛才 浩然馬試計 可以硬正 撐得上手的馬 就不算太多 事關你看其他馬 譬如你成材這樣 幾經艱苦 才下班 即是能夠贏得到 在四班 回到三班 他一再證明 他都不是那麼足夠 記者 你說御金寶 那些都是有個健康 有個問題的馬 五歲馬至今 只是跑了三鋪 那你證明 那些出賽是多少 六賀的御豐雲 情況差不多 又是一些 醫部的中勢號碼的馬 但出賽都沒有場好看 所以這些馬 根本選不上手 九龍神區 有何不可 我都覺得是比較弱 所以這一組 我想剩下的四五隻 都是在他們那裡競爭 去選擇 有時候 之前我都說 譬如馬爾代夫 不讓換了潘頓 沒有跑 都想著 因為潘頓 你知道之前 這隻馬試過閃 他跑這隻馬是特別跑得手緊的 很明顯的 他跑得要很穩陣 讓這隻馬拿到平衡 但現在又放他下去 好像排過一檔 又好像之前跑得好 這樣 因為跑少少形勢 其實他的馬是否特別適合 又說厲害 其實一直都這麼厲害 這隻一就 一 二你便扔一下 五就是因為反覆 其實五號碼 我覺得上次之前已經好 健康在望 十號碼又不要不行 金像非凡 他應該會放在前面走 有時候其他馬不行 便會傾高了自己的馬 都未定 那你四號碼聰明 導彈 那你便要回他 都是衝上來 可能希望幸運贏到 或者近都未定 因為這組馬 可以選得上手 的馬不多 有得想 第八場都說